踩别人黑别人来获得流量 是一件非常没有品的事情 那些靠黑呀靠怼呀 在流量的某种意义上说 做流量来说有一定的逻辑 因为你去黑你去怼 就能够形成话题 就能够在评论区很火 有人会去支持你 也有人会去怼你 它就形成了一种互动行为 所以这也是一种策略 但是我对这种策略 我是非常的不屑的 我在直播间也好 我在视频上也好 我从来不通过踩别人 黑别人来获得流量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没有品的事情 因为我并不了解 这个人的全貌 如果我贸然的去黑别人 去对别人 可能会给别人的工作 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团队 带了不必要的困扰 所以我们在一个 市场经济环境下 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在一个用户用脚投票 用手投票的环境 就是用户的行为 来产生的内容的环境下 我们做好自己就行 我们做好自己就行 让用户来选择 我们相信用户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智慧是高深的 多数人的选择 大多数人的喜爱 一定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那些 在互联网上 想中各种各样的办法 去黑别人 去怼别人的 其实蹭来的流量 都是黑粉和喜欢怼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吧 所以大家认认真正的做内容 做一些能够正能量的内容 你吸引来的粉丝 也是这样的一些粉丝 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Huawei